朱sir 你觉得有没有美国企业 或者是哪个sector 是大家可以留意 甚至是现水平就可以吸纳 我自己会觉得 Megacap的股份里面 大部分的业绩都公布得不错 譬如说是为人熟悉的 亦相对比较稳定的 譬如Microsoft的业绩也相对来说是不错的 我们会看到 特别在云计算的增长里面 仍是保持着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而同时它的市盈率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特别贵 而且就算是Leicester看到高位之后 股价有所回落 回落后在整个p range 控制住在一个比较昔日的历史范围里面 即是现在未去到跌穿了以前的p的低位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香港的股票 其实有某些企业的p model是打爆了 即是说现在的回落下来的低端 已经创了可能近十年 甚至是有企业范生以来的最低端 其实老爸说 如果p range一破的话 其实Federation model里面的意义就已经不大了 因为你破了所有已经知道的statistic的一个纪录 但是Microsoft仍然控制住 是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一个范围 当然它的股价会升得相对比较缓慢一点点 但是也换来相对比较好处就是起码比较稳定一点点 上来也不会太过无龙无缝 也不像Facebook或者Netflix 这些都叫做半Megacad或者Megacad 但它们的图表已经是滑花了这样的情况 而另外我们就是说 其实在美国里面整体的很多科企公司 其实都是靠广告事业的 包括了Google和近乎百分百是靠广告的Facebook 如果Facebook是相对于Google而言 我们很明显后者就是Google 它那个是广告的所谓事业 是意外地好像近乎人没什么倒退 而在YouTube的所谓收益里面 也是合乎市场的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是广告类的所谓的企业 包括了Snap和Facebook 公务业绩后的表现都不太好 Snap甚至是暴跌了差不多40% 但是Google其实曾经也是给那两家公司 《组星朱队友》 拖累完之后 都曾经公务业绩前复压到最低位 谁知道过度忧累完之后 就发觉表错诚 原来YouTube和搜寻器的那一部分 收益都可以接受 相对于人口的倒退增长问题 或者是人均用的时间的长度 全部来说都比其他两家已经公布的公司 所以股价立即有一个比较暴力的反弹 而重新 Google也是这么多年都投了大量研发 在不同的科技或AI的范围里面 扔的金额基本上仅次于Amazon 也是远胜于其他广告类的公司 比如Snap或者Facebook 所以 而且投入科研的广度和深度 亦是远高于近乎世界上所有的公司 可能只有一些市值再大过去的公司 可能R&D才比较多 比如好像Microsoft那些 但是这个绝对是R&D已经很足够了 另外可能将来有些更加先进的AI或者科技 另外是可以有一些盈利的新的突破中间店 我们就是说是买长期期票 我们是用多少的市盈率的代价去买长期期票呢? 其实都是用大约Facebook 19倍 其实19倍贵不贵呢? 很简单 我们看到好像香港的700 现在江河日落跌穿300元 例如来计算今年可能有一定的盈利倒退后的700 即使现在300元10剂是300元以下的水平 其实现在的Facebook PE 都是比Google 是起码20%以上的 如果是Facebook 所以我们就是说 如果是用一个现在比较是银性健康的Google 是还有一定的科技的长期期票 得利 它是用Facebook PE 19倍的话 那实际上跌倒不贵 老实说 是 比如Google 或者是你刚才提及Microsoft 你觉得这两个又是否两个都可以同时吸纳 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有留意空间 也都不惟然 就是这两个股份 我们在下方都有Microsoft 那顺便立即做了你的新报 所以我们也未沽售 也不打算沽售 因为我们进入的位置真的挺漂亮的 你当是下面那堆密集区里的低端了 所以难得是这样一个价格买的话 我个人自己的想法就是不是投资建议 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这样一个价位做的话 如果是这么厉害的Megacamp股份 如果连15-20%的水位都赚不到的话 那买来有什么意思呢? 不如我随便买一个旗权算吧 所以我们会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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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线的角度我觉得就是没有理由 就是跟300元价位永别的 没有理由这样的 对不对? 现在都是只有2007-2008左右的水平 求他去到20元都不行 不是吧? 我们想会留约多久的时间 在于Google 其实反而我觉得投资者可以让对不久 因为Google近期受制约的程度 我觉得到�盘的程度会有更明显 而且相对其他股费都没有向上突破区间 譬如就算NVIDIA或者Amazon 其实他们向上都是突破了阻力区 但是问题我们就是说 其实那个好美就是一个波上波下的 一个exactly一个区间的形态的行走 这个区间运行性其实是相对其他股费 都是更加之区间 所以我觉得短期纳指升了这么多情况之下 你都是这么区间的话 那如果纳指是回500点到800点的 你没理由不回的 那我应该是耐心等待 是一个指浪回调才重新加入 那对于是没有货的人的利益会比较好一点